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四年后又在淮海西路这里开了分店 这道菜死于1999年的秋季 我们最早的时候定了三个名字 一个叫红莓寒润 有的叫糯米红枣 正好那个时候润嫌起有一首歌叫《心太软》 我们家一户晓 那么有一帮台湾人就把这个名字说 这个不就心太软吗 不光是名字改了又改 就连食材也是几经常识与变更 最早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 他想吃一道用蜜枣跟糯米做的 想用红枣再去塞个糯米饭试试看 糯米饭遇到那个卤汁之后 它就会散掉 有一个不是厨师的一个朋友 我说少年不喜欢吃那个酒量园子嘛 喜欢吃汤团嘛 你可以用那个糯米粉去做嘛 我觉得他这句话提醒我 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这位心太软的发明者 王俊明师傅来学这道菜 需要准备的食材也非常简单 当然关于选红枣 王师傅也有几点小建议 我们选红枣的时候呢 大家谨记啊 不要选大颗的 因为大颗的红枣的话 你糯米粉会塞很多到里面 糯米粉一塞多容易烧不熟 最好的选择呢是苍州的小红枣 总之选皮薄肉厚的准备错 那接下来第一步就是给红枣去盒 一定要注意不要切到手 顺着它的盒往外转 出来之后你看 壳在这边里面的盒已经没有了 第二步拌糯米粉 在拌糯米粉的时候要先放一点糖在里面 不用多用手抓一点就好了 那用冷水去拌呢 这个砂糖一下子它会化不开 所以一定要用温水 这里要注意水不用太多 拌到不粘手就可以了 粘上去你看就不粘手了就好了 第三步塞糯米粉 把这个张开 然后把糯米粉往里塞 让它留一点白边 烧出来会更好看一点 至于如何烧制 王师傅当年可是也走了不少弯路呢 用直接蒸的 煮的 烧成像酒酿原汁一样的汤的 直接用糖水去烧 烧出来也不好 到最后呢用油啊 慢慢去把它污熟 污熟之后再用糖水去煮 煮出来的感觉是最好的 所以这第四步就是用油来污 注意一定要冷油下锅 再加小火慢慢污熟 油呢在家做也不要太少 太少的话这个红枣 受热不均匀 等到糯米盆开 红枣浮起来就可以捞起来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 用糖水煮 那煮红枣的时候呢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水不能放太多 水跟糖的比例应该是一比一 一份红枣基本上会放一勺半的水 然后放一勺半的糖 这里要注意的是用大火来收汁 因为加了白砂糖 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时不时的搅动 时不时转锅防止粘底 也防止糖烧焦了影响口感和色泽 这道菜现在有很多上海餐厅都会做成冷盘 但在王师傅这里 却一直坚持是做成热的 我们社相外来讲的话 都是热的好过于冷的 所以我们一直用热的方式去呈现 同样的 我们家的那个熏鱼啊 熏鱼对上海来讲 是家喻户晓的一道冷菜 对吧 那么我们家是从04年开店至今 我们一直是冷菜热吃的 所以这儿的熏鱼都是现来现做 而且啊从04年开店开始 一直用的都是昌鱼 除了熏鱼和糯米红枣 这里其他该是热的菜 也一定是不烫不上桌 中菜里面有一句话叫 一烫比三鲜嘛 所以呢就是 有的菜我们可以装薄 有的菜比如说像夏仁这种菜 我们就会把盘子啊 事先就预了一下 还有这里的红烧肉 会用蜡烛点小火来保温 最夸张的是 八宝鸭烧汁之前 居然还会用温度计测里面的温度 一定要它内在的温度超过78度 才能上桌的 这个是完全达到标准了 现在可以浇汁了 这样才能够确保 等八宝鸭上桌 服务员切开分餐之后 食客吃到嘴里的每一口 都还是微微烫口的 让每一道菜的温度 差到好处的呈现到客人的桌面上 这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也是我们做菜者 对菜肴的一种尊重